早晨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11日 星期五 大家好 今天這集是聯合廣播 這個話題想一起說 林鄭月娥 卸任之後首度接受訪問 她 應該就會覺得 這次為什麼 何必 偏偏選中我 中共二十大 習近平全面掌權的嘛 為什麼要換走我呢 他對習近平不是忠心一片的嗎 要換走那個就是習近平 李家超更加忠心 當時 2、3月的時候 我們的判斷就是習近平可能是受到黨內某些壓力 所以要換走他 也有可能習近平 他遇到壓力的時候 他身邊的人就會當氣桌 真的 當用了批准用完即棄的 所以 現在這個 林鄭月娥會覺得 主席 你大權盡握了 為什麼當時要這樣做呢 問題就是 因為如果當時不放走你 他就不能大權盡握了嘛 你 只是他其中一個批准來而已 你會不會對用過的批准 是否真而重之 傷起他呢 是不會的嘛 好像是下棋一樣 也是氣桌而已 需要紀念嗎 林鄭月娥 現在成為了氣桌 但是 她 那個囂張性格是沒有改變的 我完全不見到這個女人也懺悔過 這個女人說話比之前還囂張氣軟 這個女人 接受大陸的南方網 訪問 訪問內容 長達一小時 她 是首次 沒得做之後 再接受媒體訪問 我們這次 跟大家評論一下 她說希望做一個普通人 其實 你絕對是一個普通人 不過 你是一個 很普通的罪人 而且 你應該是 在地獄裏面的一個人 不應該是在地獄裏面的一個人 他就是 做了壞事 是罪人 罪人是想做普通人的意思 他不是想平凡 他是想沒有罪 他是想脫罪 他是想不受懲罰 這個人 其實 滿手鮮血 一身的罪業 嚴格來說 如果你要判到18層地獄 我覺得判官就要求你從第1層到18層走魂 試過18層地獄的所有刑罰 才再決定你是屬於哪一層 不是單純判你18層 他應該是硬暈的 林鄭月娥也是怕被報復的 我們一定要讓他 知道 他是會被報復的 沒錯 今天詳細一點跟大家說說 他受訪的內容 以及我們對他作出的分析 說之前記得支持6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乘以邀請經濟去刊的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或者如果經濟麻煩一點 可以用無限的大法 免費無息支持我們 幫我們點擊廣告 幫我們share 節目給你身邊的朋友 謝謝大家 我們先說一下內容 訪問大篇幅說到 被外界認為他沒有辦法連任的導火線在一場反送中運動 林鄭月娥說回想起來 這一場衝突 可能無可避免 因為當時香港還未建立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 國民教育也沒有做得很好 非常離譜 再加上有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此外 在立法會 仍有不少反中亂港人士 他們反對特區政府 不願意配合香港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甚至有部分議員要求外國制裁香港 破壞香港的政治制度 那麼多負面的元素加在一起 所以 一場比較激烈的鬥爭或者矛盾 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你看他這段說話 觀點都沒有後悔 甚至乎覺得 要找藉口 這件事秘無可避 只是 順著個世 甚至乎他引用了五毛藍絲的說法 有外部勢力干預 沒錯 其實最大的外部勢力 就是林鄭月娥 因為當時林鄭月娥 老公和兩個兒子都是英籍的 他是不是受到鍾情局 或是MI5的指使呢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的 可能是MI5的特工 指使他來搞亂香港 然後英國佬再陰謀一點 英國佬推出 BNO5加1 全都吸引香港人才 是不是這樣 如果英國真的有那麼高謀略 我其實真的會很讚嘆 我不會反對的 當時的英國還沒有去到那一步 我們希望接下來的英國是有那麼高謀略的 沒錯 我們作為一個英國人 又作為一個香港人 現在我們是在英國的香港人 身份已經改變了 他說當初超過200萬人上街遊行反對 但是他繼續堅持地說 香港修例 去履行一個國際義務並防止香港 變為逃犯天堂的決定是正確的 只在那個時候 在負面因素之下 爆發了一場風暴 說到最後 重新說一次他出席立法會大問大會 回顧五年工作時候耿煙 他說因為 那次是最後一次 所以想說一些比較感性的說話 在他個人來的感 又是支持他 走過這段充滿挑戰日子力量的來源 再引述你的說話 也挺偶心的 很偶心 這個女人 其實她那種自以為是 最大的問題是 其實我現在終於知道為甚麼習近平 會棄他 原因就是他過份自以為是 因為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你是一條狗 你是奴才 他真的忘記了自己的身份 他反映了被習近平看我是一條狗 因為 其實當時 我想他 滿腦子就是英國人的思想 林鄭根本是說英文業來的嘛 一直是說英文 說到微、非、色、無 林鄭現在我們分析 我告訴你 為什麼習近平對你棄之不顧 當你避兔掉了去呢 而且 看也不看你一眼 現在選李家超 因為李家超 在他身邊看見的 是看到一隻百分百的狗奴才 李家超看到習近平 奴才在 說聽話 其實李家超是比較聽話的 要多自己的意見 要自己在搞搞鎮 藉著權勢 自己在鬥建制派 這次這番話 其實充分反映了他的心態 他覺得這個國家有份 他要幫國家清除香港的港益 反中亂港分子 要幫國家走入大灣區大國 他真的想得美 其實就是因為他 北京都當作是罪人 由始至終就是你 掀起整個 時代革命的風暴 導致 原本不用那麼快跟西方世界翻台 你不是跟我說 你掌握了 跟西方世界翻台的時機 北京也跟你說過 甚至乎你是衝當這個 打破這個格幕 因為 本身大陸就沒有那麼快想跟 這個西方世界直接對壘的 是他加速的 其實他除了 會被香港人報仇 其實他真的不知道 還有一個機會有人會動他 沒錯 就是大陸 因為你其實不稱職做一隻狗 原因就是 你本身是一個奴才 你就不要跟主人一起談論國家大事 這個國家的佈局 不關你的事 你執行就是了 他最大的敗筆 或者習近平為甚麼棄距於不顧 就是因為 他覺得自己是主人的一部分 而不是一隻狗 主人有很多狗 哪一隻狗派哪一隻狗去咬入 派哪一隻狗去開門口 是主人決定 而不是你決定的 這些 正宗就叫做 渴地溝游的命 遭中南海的心 就是這種人 當年 其實 為甚麼江青可以上位 而他做不到江青 因為他真的不了解國情 他真的是港英語業來的 當時江青受審的時候 他說 我就是毛主席一條狗 主席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他覺得很清楚 所以毛澤東當時 傳位給華國鋒 是隔代的 打算 華國鋒過一過度交給江青 其實看習近平的班底 現在政治局常委 也很有這種風味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一條狗來的 李強 李希 蔡奇 其實還有另一條狗 叫做李鴻忠 但是李鴻忠因為不是的系 所以這條狗不可以放在最身邊 因為怕他無緣無故咬自己 甚至乎 對上一屆 二十大之前 的政治局 就已經是連政治局常委 也是在做他的狗 其實已經到了那麼高了 區區的小小豆腐養那麼大的特區 的一個 黨委書記 還是一個女人 黨委書記是中聯辦嘛 因為最重要的是 其實你看這次 沒有女人進入政治局 委員也沒有 其實習近平本身 看不起女人 原因 可能跟他的經過有關 因為當時他覺得女人就是做甚麼呢 就是做男人的附屬品 這個呢 其實香港現在好像是故意清除了那些女高官 是的 真的被掃走了 林鄭月娥 主要的三司 律政司 財政司 政務司 全部都是 下面除了教育局的蔡若莉之外 全部都是 蔡若莉是要殺頭的 那他可能是黨軍就算數啦 這個黨軍可能是夠狠了 所以 林鄭月娥是另一種 這次 我們看到林鄭月娥 我們一定要評論一個話題 就是他 跟丈夫之間的 家裏的關係 我們一直都分析得很透徹 林鄭月娥說他跟他老公 已經升華到大家不用說話的階段 其實這代表甚麼 就是你老公不能騷擾你 最好笑的是 那個南方部 南方部訪問他問他家裏有沒有支持他 他說他支持我不用跟我說的 那是甚麼意思 支持你不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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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從他的身體語言 加上南方都市 這個南方網的這個問法 其實南方網我認為記者有聽過我們節目 我們分析 這個 林鄭月娥 我敢說全世界 最貼切 還有最倒極 林鄭月娥 我們絕對是林鄭月娥 我們絕對是林鄭月娥 我們對他也虛壞聲聲相識 沒有人比他更加了解 我敢說沒有人比我 比我們兩位更加了解林鄭月娥 他那些好鬥的性格 他那些給的反應 給的很大 這個人是很 這個人是很 很鬥爭型 跟梁振英也有點像 梁振英也比他冷靜 梁振英那種冷靜 他 有點令你無從入手 但是林鄭月娥就不一樣了 他即時反映 他還要高傲 反映得來他又不是土共 是否可以盧寵我蔡若蓮 他 這次的說法 我可以判斷 他跟他老公 不論是肉體上面 以及語言上面 已經是零交流 兩夫婦分床墳 沒有打招呼 我覺得早上起床 連早晨也不會說一句 好像是鄰居一樣 不懂的 不懂的 好像沒有見過這個人 一起來 自己煮早餐自己吃 也不會跟他有任何交流 你 其實 我想你早上在酒店吃自在餐 你也要打招呼 做家庭主婦 沒有用的 家庭主婦的意思是他自己的家庭主婦 他負責把飯送放上桌子 那個男人負責吃飯 不會當他存在 就是姐姐 姐姐也有 姐姐也會一起叫的 也會有打招呼 他沒有 他沒有 地位是不如 酒店裏面的自助餐 不是有人幫你收店嗎 他連那個事應也不如 因為我相信他老公 不會對他有眼神的交流 我想你想看他一眼也不想看 你看到林兆波 他每一次 人家拍手掌就是每次拍到的 他就特意不拍到的 根本他對於林鄭就是很鄙視 有你這樣的女人 林家家門不幸 林兆波的反應是很明顯的 近乎你是表態 你根本就不是 你沒有可能是不記得拍手 每次都拍到的 每次都拍到的 那一定是政治表態 他是一種無聲抗議 我 現在被你們劫持著 我又做不到什麼 跟你們離婚又不行 反而是最堅硬 他在一個這樣的環境裏面 他就是要清清楚楚 告訴你我做的 其實他才夠堅定 他很堅定 他直接告訴林鄭月娥 已經是用身體語言 告訴你你 支持你 所以 這次 他 想出來 是幫自己 拿回證明 好像覺得 我還沒死啊 你們不要看死我啊 我知道你還沒死 我想找你 不用擔心 你放心 你不要那麼早死 我們一定會找你 這次時間 當然啦 林鄭月娥 她的下場 我們 遲些我們會 做給大家看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裏 拜拜